大家好,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中亞國家哈薩克外交部5號表示 應哈薩克總統托卡耶夫的邀請 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今月14日 對哈薩克進行國事訪問 期間計劃簽署一系列的合作業議 除了哈薩克,習主席這次的外訪行程 相信還包括其他國家 美國《華爾街日報》早前報導 習主席計劃參加今月15至16日 在另一個中亞國家烏茲比克召開的 上海合作組織年度峰會 並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等領導人會面 中國外交部暫時未有正式公佈 習主席最近一次的外訪是2020年1月18日訪問緬甸 回國5日後 湖北武漢因為疫情封城 之後他一直未出過訪問 在今年的7月香港回歸25週年之際 習主席曾來香港出席紀念大會 以及為新班子監禧 假如今次中亞訪問是成行的話 將會是新冠疫情爆發以來 習主席首次的外訪 有幾個重點的 第一,除了習主席之外 全國人大委員長律戰書也出過訪問 將會在9月7日至17日訪問俄羅斯、蒙古、尼泊爾和韓國 並在俄羅斯出席第七屆東方經濟論壇全會 表明中國完全有信心 常態化防控新冠疫情 政治局常委級領導人恢復外訪 第二,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大事 中共二十大已經敲定在下個月中舉行 表明圍繞著二十大的人士 第二,大政方針已經有定案 第三,在全球大變局之際 中國非常重視與中亞的關係 之前有消息說 習主席會在二十大之後 到印尼和泰國分別出席G20和APEC會議 作為新冠疫情後的首次外訪 現在選擇先到訪中亞和出席上海合作組織聯導峰會 這個峰會被視為中俄抗衡美西方的組織 習主席避免這個組織親身出席峰會 同時也可以觀察到 中國相當避免哈薩克總統托卡耶夫 哈薩克一直以來被視為俄羅斯的小兄弟 但在俄烏衡突之後 托卡耶夫曾當著普京的面前說 不會承認頓列茨克和勞金斯克獨立 之後俄羅斯和哈薩克在原油運輸問題上出現分歧 俄羅斯在今年屢次干擾 裏海石油管線CPC運行 由於哈薩克是一個內陸國家 雖然有豐富的天然氣和石油資源 但高度依賴裏海石油管線 哈薩克的領導人近期多次表明 要拓展石油運輸路線多元化 包括要盡快建設跨裏海國際運輸走廊 這條的運輸走廊東起中國 經哈薩克和裏海水域至阿塞拜疆格魯吉亞 甚至可以伸延到土耳其和歐洲國家 利用這條運輸走廊可以將中國到歐洲的貨運時間縮短兩倍 這是一條繞過俄羅斯國際物流通道 之前中國和哈薩克一直考慮到俄羅斯的因素 有關的通道建設研究沒有大突破進展 如今中國和哈薩克都似乎有意加快這條通道的建設 另外外交部星期一 迎來了一位新的女發言人毛玲 她第一日主持記者會就向美國發炮 在9月5日星期一國家電腦病毒應急處理中心 和360公司分別發布了關於西北工業大學 遭受美國國家安全局網絡攻擊的調查報告 顯示美國國家安全局下屬的特定入侵行動辦公室 針對中國的網絡目標實施了上萬次的惡意網絡攻擊 無寧回應時直斥美方的行徑嚴重危害中國國家安全 和公民個人資訊安全 中方對此強烈譴責要求美方作出解釋 並立即停止不發行為 她說調查報告揭露了美國政府 對中國進行網絡攻擊的又一實例 根據國家電腦病毒應急處理中心 和360公司聯合技術團隊的技術分析和追蹤溯源 美國國家安全局對中國實施網絡攻擊 和資料洩密的證據鏈條是清晰完整 涉及在美國國內對中國直接發起網絡攻擊的人員有13名 以及為構建網絡攻擊環境 而與美國電訊營運商簽訂合同有60多份 電子文件有170多份 報告顯示 美方先後使用41種私人網絡攻擊武器裝備 對西北工業大學發起攻擊涉物行動上千次 竊取一批核心技術資料 美方還長期對中國的手機使用者進行無差別語音監聽 非法竊取手機使用者的短訊內容 並且對其進行無線定位 毛林強調 網絡空間安全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問題 作為擁有最強大網絡技術實力的國家 美國應該立即停止利用自身優勢 對他國進行竊物和攻擊 以負責任的態度參與全球網絡空間治理 為維護網絡安全發揮建設性作用 至於中方將會採取什麼措施 來更好地維護國家網絡安全 毛林說 西北工業大學遭受美國國家安全局網絡攻擊案例 再次表明維護國家網絡安全的極端重要性 作為黑客攻擊的主要受害國 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網絡攻擊 中國法律明確規定禁止任何網絡入侵 和破壞資訊系統的行為 近年來中國加快進行網絡安全領域的頂層設計 制定完善網絡安全相關戰略規劃和法律體系 不斷提高網絡安全保障能力和網絡空間執法能力 中國民眾的網絡安全意識也不斷提高 這個星期正正是2022年中國國家網絡安全宣傳週 相信有關的宣傳教育活動 將會進一步提升全社會網絡安全意識和安全防護技能 觸勞網絡安全防線營造網絡空間安全環境 他又說網絡空間安全威脅是各國面臨的共同挑戰 維護網絡安全是國際社會的共同責任 中國堅持和平利用網絡空間 願意與國際社會一起加強對話和合作 共同反對網絡霸權 共同應對各類的網絡攻擊 維護和平、安全、開放、合作、有罪的網絡空間 推動建立多邊民主透明的國際互聯網治理體系 攜手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 今次事件中遭到網絡攻擊的西北工業大學大有來頭 近幾年中國相繼裝備服役的幾款 二零戰機家族總設計師 以及是航態領域的諸多專家 都是在這間大學畢業 譬如中國自主研製的第一款三代戰機 簽10總設計師宋文聰 五代隱形戰機簽20總設計師楊偉 都是畢業在西宮大 而且在簽10研製後期 楊偉總設計師 還是宋老的助手和副總設計師 同時中國專為巴鐵獨身訂造的 梟龍戰機 也是出自楊偉總設計師之手的 其次好像是運二零總設計師唐長紅 直十和直二零總設計師鄧景輝 也是畢業於西宮大 而且據傳聞唐長紅總師 不單是運二零總設計師 同時還是中國二零家族最後一位成員 新一代隱形戰略轟炸機的總設計師 還有還有像中國自主研製的第一款 藍載機簽15的常務副總設計師趙俠 也是出自西北工業大學1978級 5381班 還有就是像民航機三總司的 ARJ-21飛機首任的總設計師吳興世 總設計師陳勇 C-919客機基本型總設計師韓克辰 CR-929中俄遠端 寬體客機中方總設計師陳盈春 也是西宮大畢業 其他例如新州60、新州600總設計師呂海 新州700總設計師董建雄 簽10C總設計師黃海鋒 梁龍二總設計師桑建華 以及雲二寧副總設計師黃乾平 雲12F總設計師李先哲 以及簽35常務副總設計師黃幸明 雲8空警200總設計師歐陽兆修 空警2000總設計師李守澤 空警600總設計師段卓毅 AG-68水陸兩棲飛機總設計師黃領財 窩線15設計總師江和普 窩線19總設計師黃慧娜 以及長征11固體運載火箭總設計師 張飛廷都是畢業於西工大的 再往前追溯的話 好像兩彈一聲的公分獎獲獎者吳智良 中國材料學之父 中國工程院院士施槍稅都是西工大的傑出校友之一 可見西工大被黑客攻擊不是簡單的高效被攻擊那麼簡單 另外對於有報導指美國政府正是考慮採取措施 限制美國對中國科技公司的投資 毛玲說對報導中提到的美方動用政府權力 打壓中國企業的做法感到關切 科技應該是造福全人類 而不應該成為限制或壓制別國發展的手段 他說美國泛化國家安全概念 人為對中美經貿往來和科技交流設置障礙的做法 和市場經濟原則和國際經貿規則背道而馳 有損國際社會對美國營商環境的信心 也將反誓美方自身 中國政府將會繼續堅定維護本國企業的正當合法權益 自從華春瑩升任部長助理之後 外交界已經預料她將會淡出發言人的工作 如今再迎來一位女發言人 相信華大姐將會功成身退了 另外在石樓台看看我的國的節目 我會說說中國軍事防護專家前七虎 最近獲得國家八一分章 前七虎說敵人的任何打擊 包括核打擊我們都會守得住 那究竟前七虎怎樣為中國駐造地下鋼鐵長城的呢 歡迎去石樓台免費試看 大家好想跟大家介紹一下巴士的部推出的一個新服務 石樓台 石樓台提供獨家的內容給我們忠實的觀眾 訂閱石樓台每天不用港幣兩元 就可以看到我陸英雄李棠巴士的部團隊 和其他名家提供的獨家內容 不過我們在YouTube的節目是不會減少的 希望你們能夠支持巴士的部 訂閱石樓台 在畫面下面的資訊欄 點擊石樓台的連結 就可以瀏覽到石樓台的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的內容 另外也可以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部 去到巴士的部的網站 也可以找到石樓台 請大家去石樓台看看 多謝大家支持